其实吧 钓鱼圈子里面 一直有一类添加剂很奇葩 就是你用对了 别人没口 没连杆 但是你要是用的不对 那直接就死亡 还没有人性了吧 坚持是丧心兵狂 哎 他就是因为 他的使用难度高 很多人 他也不敢用 他也不会用 这是什么 人 直接这样去闻的话 其实他的味道 并不是很大 很刺激 比如说他 但是你把它弄到水里 你再去闻 它的味道会非常的大 那么如果是人直接闻 味道就非常大 非常刺激的 要么就是日化的 要么就是工业级的 它的几种用法 特别是最后一种 很多人都用错了 那么我跟大家 结合我们的实战 给大家聊一聊 大概的一个用法 第一种 如果我们对这个鱼型 比较熟悉 前期有抢鱼的鱼型 直接加在散泡里 但是钓尔不要加 如果对鱼型不了解 我们就先不加 先钓 看鱼型 如果给口很干脆 口非常生 我们可以去后加 加了之后 口明显的快 或者是接口多 那就说明 它起到了作用 钓尔里面不要加 是防止它乱口 就是浓饮残料 不允许用散泡的坑 我们想快速实现的抢鱼 它的用法也有两种 第一个 我们沾麻船 把这种产品 撒在麻船颗粒里面 然后用正常的 甜香型的耳料 去沾那个颗粒 同时呢 它也会沾到这种 添加剂 这样的话 可以实现快速抢鱼 也可以把这个 放在咱们的水里面 融化开 沾水 或者是用手 沾奇袖箱 然后挫耳 都可以实现 快速的抢鱼 免营豆 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去操作 撒在颗粒里面 或者是免营豆 沾水 沾颗粒 都能实现 更快的抢鱼 人生一定要 一定要拼 特别是在我们 在后期的时候 不管是正钓 通驴回锅 彻底没口 已经准备 梳干回家的时候 这种方法 大胆的尝试 从而 沾这种添加剂 然后直接掉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还有一种 就是更极端的一些 这个用法 就比如说 我们去掉一些 联庸 混氧 包括大福的鱼枪 像这种产品 我们可以 肆无忌惮 随便加 加多少都没事 包括我们去掉这种 罗飞鱼 冷水的时候 或者是掉鲫鱼的时候 大忌量的添加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搞原来是这样 但是如果是 窝子里面 已经来鱼了 冒泡 或者是蹭腺不吃 这种情况下 像这种产品 一定要谨慎使用 很容易造成 大家所说的死窝 死有什么可怕 活着才痛苦 这么多的大师 网红 还有从事鱼具行业的 这么多人 都在研究这个 就是不管你钓鱼 钓到什么层次 这些东西 是逃不掉的 但是呢 我们的基本功 这很多的东西 一定要在这些东西之前 你要完成 俗话说 选择大于努力 只有选择对了 咱们才能事半顾美 但是啊 奉劝那些 钢板可以坑的 或者是指望 添加剂 就能报护的那些兄弟们啊 死了这颗心吧 钓鱼可没这么简单 天时地利人和 都要同时考虑的 我考虑考虑 想了解更多的 实战的 钓鸡料法 和耳料添加剂的使用的 可以关注我们 主页 我们有几百个 真实的黑空实战视频